提起赵本山,相信没人会觉得陌生 那个曾经在春晚舞台带给我们太多欢乐的老人 可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也曾经遭受过非议 甚至差点断送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承受着身体和心理压力的赵本山 不得不退出了春晚的舞台 之后便将精力放到了赵家斑和本山传媒上 在本山大叔的扶持下,许多徒弟都相继走红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赵本山最帅徒弟,文松 那么有人就说了帅是帅,可也是真的娘 实际上现实中的文松不仅不娘,还很有男子气概 大部分观众认识文松是从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 其实在此前,文松的经历比较曲折 在赵家斑一众弟子里,文松不像其他人一样专业 是很晚才开始学二人传的 文松原名石文松,是赵本山老师第44位弟子 1986年出生于辽宁银口一个普通家庭 并没有什么显赫背景 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个人努力 因为形象和嗓子都比较好 所以从成年开始,文松便在酒吧住厂赚钱 之后又从银口辗转来到西安河南等地 虽然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但对于文松来说 也是一笔不菲的人生财富 在一次演出的时候,文松认识了一个兄弟 这哥们看他唱歌还不错,偏偏赚不到钱 就开始教他变脸 既多不压身,文松很快就跟着此人把变脸学会了 还学到了二人传的一点皮毛 2006年,文松来到黑龙江生演出 在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姑娘,刘美玉 这一年,文松的事业和爱情都向他打开了门 两人认识后很快就产生了好感 两人还交往了一段时间 可惜,很快文松就回到南方 接着干起老本行唱歌了 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 这么两地相隔也不是事儿啊 当时,刘美玉是唱二人传的 他一直想让文松来东北 你要不过来,跟我一起唱二人传 要不就别联系了 一直在酒吧助唱的文松对此有些犯处 自己就学了点皮毛能上台嘛 不管怎么说,为了心爱的姑娘 文松还是回到了东北 从此,两人就再也没分开过 为了能和刘美玉尽早搭档上台 文松加倍努力学习二人传 期间受了不少苦 有时候,恨不得给人家白唱 就是为了多多练习 从加姆斯唱到哈尔滨 接着又在期间二唱了四个多月 这一次终于唱得差不多了 两人才来到了辽宁唱二人传 并逐渐受到观众的肯定 这么一看 为了娶老婆二转行 竟跟诗歌小沈阳的经历一模一样 因此被人戏称小沈阳第二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文松有幸拜赵本山为师 成为他的第44位弟子 并加入辽宁民间艺术团 终于可以跟宋小宝等人同台 虽然演出场地还是一般的小剧场 但是能跟小有名气的演员同台 也是难得的机会 在团里磨练了八年后 文松出演电视剧收获的季节 饰演同名角色文松 这是他的出道之作 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水化 对此文松感到愧疚 因为他觉得自己愧对师父对自己的栽培 八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赵家班许多徒弟都已经活了 小沈阳 宋小宝 王小丽等等 眼瞅着师哥们事业愈发红祸 文松着实有些着急 还好这时候有女友的陪伴 文松将这些遗憾化作汗水 更加努力用心地学习 虽然事业目前还没有起色 但文松的爱情却开花结果了 2015年 文松和刘美玉交往多年后 决定结婚 那时候文松还不出名 手里没什么钱 连婚房都买不起 为了让徒弟顺利成婚 赵本山立马借给文松二十万 让徒弟付了首付 还特意送了文松 自己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 百年好合 包含了赵本山对徒弟深深的祝福之一 要知道 赵老师的莫报已经可以排出高价 平常是不轻易送人的 可见赵本山对文松的看重 事后 刘美玉曾调侃 自从文松开了借钱这个头 师兄弟们就杀不住车了 一个个地开始跟赵本山借钱 买车买房 对此 赵本山毫无犹豫 可见本山大叔对自己的徒弟是真不错 成了家后 文松的事业也有了起色 俗话说得好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文松的成名就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年 文松以助演的身份 随着宋小宝参加了欢乐喜剧人的比赛 舞台上大咖云集 即使身边是红透半边天的师兄小沈阳 宋小宝 却依然掩盖不住他的才华 这位堪称小沈阳第二的后起之秀 让观众眼前一亮 从那以后 文松是越来越获 在舞台上 文松作为辽宁民间艺术团的领队 与众位师兄弟一起 创作了很多让人捧腹大笑的小品 以娘 稀愤无数 那副耍宝的样子真是绝了 尤其是那蓝花指一掐 加上妩媚的表情 妥妥的一腰捏 更遑论他的经典台词 包袱是一个前一个 虽说演的都是配角 但每个角色都很出彩 一般人还真模仿不来 最终赢得台下笑声一片 也帮助他获得了 欢乐喜剧人第三季的总冠军 更是被网友誉为 天下第一娘的美称 比女人还美的男人 着实少见 大家都知道 欢乐喜剧人捧红了不少明星 沈腾 岳云鹏等人 文松夺冠这一年 一同竞争的对手 还有郭德纲的儿子 郭麒麟 请来了常宝华的长远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文松仍旧能脱颖而出 可见其实地 他能有今天的成绩 也离不开恩师对他的培养 要不是妻子刘美玉 他可能到现在 还是一个助场歌手 没恋爱之前 肯定不会想到 自己会走上二人转这条道路 而且能够大红大紫 获得无数人的喜欢 虽说文松现在的成就 比不上前两位冠军 但在赵家般的众多弟子中 也称得上小有名气了 欢乐喜剧人夺冠之后 短短几年 文松已经接到了许多剧本 除此之外 文松还接到了许多综艺邀请 知名度完全对得起恩师的栽培了 文松在试验小品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男扮女装 因此有些观众认为文松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 实际上并非如此 今年34岁的文松实际上很阳刚 留着胡子十分有男人味 而且还和妻子有了爱情的结晶 过得很是幸福 文松在微博上透露 在家里也会经常下烛 简直就是妥妥的三好男人了 在某次秀恩爱时 不小心暴露家中豪宅 看起来低调又奢华 背靠赵家班 头顶冠军光环 家庭幸福无比 文松也算得上人生赢家了 对此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参与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